那另外呢 我們節目剩下短短的兩分鐘 我們趕快再來解答一題問題 有個聽眾朋友們強烈的在講說 快喔快喔很急喔 他家的火龍果的花快要掉了 怎麼回事呢 他有六朵花喔 奇怪怎麼都不結果呢 還沒成熟就已經黃掉了 那很擔心喔 現在好不容易長出來 澆水也澆了 施肥也施肥了 到底怎麼回事呢 難道還要唱歌給火龍果聽嗎 花哥 趕快一分鐘幫我們解答一下好嗎 花哥 好的 小米好 各位聽眾好 欸火龍果的問題 其實現在真的開花季節嘛 開花修國季節 很多人都也很興奮很緊張 那其實 花哥哥跟聽眾朋友講 很不幸有時候火龍果需要 一花一株傳花粉 但是那也是少數啦 本身最好出眾火龍果的人 你還幫你的火龍果開花 你也替他傳花粉 你做這個動作的話 你就結果力做果力就會提高 那很多聽眾不知道 因為火龍果開花是晚上 晚上才開花 晚上7點到早上7點8點 蜜蜂來上班以前 他就合起來 蜜蜂也傳不到花粉 而且他是池蕊很高 所以熊蕊的花粉 要靠蜂來傳上去 有時有點困難 所以晚上9點10點 戴個頭燈戴個手印筒 拿支毛筆 從下面熊蕊傳點到池蕊 那當然如果你家有第二顆的火龍果 從隔壁的花也同時有開花的話 隔壁那顆的火龍果來傳花粉 這樣做果力會提高 然後記得在開花 結果季節水適當就好 不要太多 因為火龍果都是淺根 那水的叫太多爛根 它增長條件差 那就不好 那另外當然像其他果樹一樣 最好多濕點 除了雞肥以外 濕點加點零肥比較多的有機肥料 那這樣火龍果就會覺得比較好 哇太棒了 那你剛剛說如果他們家只有一顆的話 一定要去別家的這個火龍果去拿 這不簡單 這是因為我去外面 甚至學過如何火龍果的種植 這個火龍果總品種很多 但是有些品種真的需要一株一花傳聞 但是因為火龍果大家 都說你給我支條我給你支條 我這裡買個苗那裡買個苗 品種都已經亂了 但是如果你沒有的話 你就用原來的花傳花粉 或者一花就是這一朵花 跟隔壁那朵花互傳一下 都會給用自己花的花粉好一點 那我們可不可以到你家 你家火龍果很多 我們到你家去弄一點粉 然後再拿回來沾茶 自己的家裡 再次感謝我們原藝達人花哥 謝謝謝謝 謝謝